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乌菜书 我是乌菜先生 然后今天呢 新鞋到 我们马上开箱 因为最近有买了三双鞋 我也不太确定 这双鞋的到底是哪一双 所以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看 三衣鞋带 有点不繁保呀 哇靠 来了 太好了 Jordan的鞋子 Jordan11 Retro Low Jordan11代的鞋子 还是底筒的版本 那很多人会不会以为是11代北卡兰呢 错 1代北卡兰我已经早就评测过了 那是哪双鞋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祝吴才先生视频越笨越好 感谢一下这个卖家 同样也是我的观众这个鞋子 卖给我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11代 OK 白金配色 这个鞋子应该是里约奥运会 就巴西里约奥运会那段时间 出的一款11代的低筒的鞋子 然后那一个这双鞋子呢 当时我没有买 因为这双鞋子价格比较高 然后我当时这双鞋子肯定不会超那么高 肯定会降回来的 所以我等到了今天才买这双鞋子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哇塞 诶 这个袋子怎么也是 非人的袋子 所以这个是自己定制的吗 Eason 有 好看吗 嗯 你觉得 说实话吗 说吧 还好 真的吗 还好 金色耶 稀柴的你知道吗 首先呢 哦 我这个鞋子应该没有穿过 因为这个漆皮还是完好的 然后 我来看一下 哇塞 然后Nike的做工啊 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所以我要先检查一下 没有开胶情况 出鞋 咦 我运气还不错的样子 好像还不错 这双鞋子 我觉得金鞋的照应下 我的脸好像变黑了 一代低筒呢 这个样子 相信玩乔丹鞋 玩鞋子的应该都很清楚了啊 这个白色 然后这边呢 漆皮的样子它做成了金色 选择推荐这双鞋子的原因是因为夏天嘛 就到了 然后很多人如果还想穿胶带的话 那高筒的鞋子肯定就不合适了 然后呢 鞋子的中底也是白色 然后它下面的底部呢 用了这样的水晶底啊 然后黑色的橡胶 碳板 然后Jumpan logo 所以就是一代OG原版该有的都有 然后呢鞋子正面看一下 鞋子正面呢 是宽鞋带 这个都老样子 鞋舌跟鞋身的皮质是一样的 应该是荔枝皮 对 然后还可以 因为它里面海绵 我觉得夹的还蛮鼓的 这边侧边看呢 看到这边鼓起来的 对吧 所以应该还舒适性应该还蛮不错 然后中间呢 小蛮腰上Jordan Jordan 然后有一个金色的跳跳人logo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鞋子后面啊 也是一个疯狂的跳跳人啊 高筒的十一代 我们都知道那个跳跳人 是在鞋子这个位置啊 就是高筒鞋筒的那边 这边的小低筒的一般都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 压缩阉割版的23号的一个乔单的号码 我觉得 就穿黑短袖 黑短裤 然后再配一个这样的鞋子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然后金色细材嘛 对所以穿这个你的财运旺 对不对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关于十一代购买的问题 就是首先第一的话 你穿正常码数就OK了 但是你如果大半号的话也可以 因为这种篮球鞋现在十一代的当休闲鞋来穿的 它往往因为这是5公分 0.5公分也就是5毫米 所以其实差别不大 它大一点的话鞋会宽一点 所以你如果休闲穿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然后再一个关于高低筒选择的话 我建议啊 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Jodan的鞋 然后你想开启你的修鞋收藏之旅的话 你从高筒开始买 比如说十一代Bread或者Concord 都是非常值得收藏的鞋子 因为我们知道乔老爷子当年在公牛队的时候 穿的都是高筒 所以低筒的话只能说是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吧 所以往往说起收藏价值 高筒都会比较保值 我给大家也评测过蛮多低筒的对不对 你像前一台刚刚发的Columbia Blue 北卡兰还有更近一段时间发的伯爵Barone 那个十一代 包括去年也给大家评测过的Cherry和Navi Blue 对不对 所以D筒其实出的频次还比较高 而且D筒的价格往往受它外观因素的影响 一般啊就比如说金色的话 会比那个北卡兰的颜色会行情再高一点点 我记得这双鞋子它的发行价格是1399人民币 然后刚刚发行了几天差不多到1800-1900的样子 然后我就知道了十一代D筒不可能这么高 那个炒作都是一时之风 所以我一直等等等到今天再买它 另外呢十一代应该算乔丹所有鞋子系列里面 呼声最高的一代 再加上它也是这乔丹所有的鞋子里面比较好穿的一代 所以如果是高筒的11代的话 我建议就它发行那几天你喜欢的话 就不要偷懒 赶紧想办法去买到 那如果是低筒的话 我建议你其实可以等等 所以呢今天简单的上手就是这样了 最后给大家上脚看一下 大家看完视频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按个赞 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好不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 我是五彩先生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 拜拜 大家要说确认好我们要带多少套回台湾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在淘宝上的旺旺来跟我们做咨询 那大陆的观众朋友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在6月6号 就是明天晚上8点以前就会结单了 所以大陆的观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 一定要快哦 大家下期见拜拜 拜拜